欧盟法院做出裁决宣布把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 从欧盟所列的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 不过欧盟28国仍可维持对哈马斯成员资金的冻结 欧盟法院表示 欧盟在2001年把哈马斯列入黑名单 缺乏充分的法律判断 而只是基于媒体和互联网的报道 不过欧盟仍然坚持认为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 并考虑针对欧盟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 哈马斯自2007年以来就一直在卡萨执政 在这同时 美国和英国双双敦促欧盟继续把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 以色列也对欧盟法院的裁决表示愤怒 总统内坦亚胡更是痛斥哈马斯滥杀无辜